有天早安你好我是方彥迪 今天是10月14号来到了星期一 休假回来呢大家赶快收心 出门上班上课 我们当然现在要带你关心外头的天气了 见两早 彥迪早安大家早安 今天天气还蛮舒适的 不过好像明天开始天气会下探20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把时间交给你 是的彥迪明天温度可能会明显的下降 但今天的温度还蛮舒适的 今天中午的温度大概来到29到30度左右 但是早晚还是会比较偏凉一些 所以如果等一下要提早上班上课的朋友 不要忘记再加件外套了 好 接着我们看到地面天气图的部分 目前这个北方的高达系统 已经逐渐的往东边移动出去了 所以东北季风是比较弱的 今天各地区的温度还蛮舒适 在雨量部分大概也只有东半部 还有北部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几乎都是多云到勤的天气了 接着我们看到台风动态 目前百合台风已经移动到海南岛的南方 对台湾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那我也怕台风持续往北走 预计是往日本的方向过去 在北台的过程当中 不会影响到本岛地区 但是对北部海面 东半部海面就会带来比较大的风浪 也提醒海面上座位的船只 就要稍微注意了 今天是礼拜一要上班上课 我们赶快来关心到这一周的温度部分 我们看到今天北部地区温度还蛮舒适 高温还是来到29度 地温也有23度 但从礼拜二开始 东北季风就逐渐增强了 所以温度一下子就会掉下来 我们看到礼拜二到礼拜四三天 要特别的注意了 低温只有20到21度 高温也只有25到26度了 所以提醒这个北部地区的朋友 这礼拜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小心不要感冒了 那从礼拜五开始 东北季风逐渐减弱之后 温度才会缓缓地回升上去 那北部呢这周比较冷一些 那南部地区呢 倒是比较不受影响 我们看到南部的温度 高温还是来到30到31度 那低温呢也是有24到25度 还蛮温暖舒适的 所以要提醒这个南来北往的朋友 就要特别注意这个温差的变化了 那接着我们看到雨量部分呢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 都还是容易会有一些 短暂性的震雨 那礼拜二东北季风增强开始呢 这个北部跟东半部 迎风面这个雨势 也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那中南部呢 倒是比较不受影响 我们看到中南部 还是多云道晴的 尤其是山区的部分 中午过后要稍微注意 可能容易会有一些 午后雷震雨了 那接着我们看到 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 基隆台北新北市地区 23到29度 降影几率20到50 接着我们看到 桃园新竹苗栗地区 23到29度 降影几率0到30 再来看到台中彰化 南投地区 23到32度 降影几率是0 接着我们看到 云林嘉义台南地区 23到32度 降影几率是0 我们再往南走 看到高雄 屏东澎湖地区 25到31度 降影几率0到10 接着看到东部地区 宜兰花莲台东地区 22到30度 降影几率30到50 最后我们看到 外岛地区 连江金门 23到28度 降影几率0到10 好 接着我们看到 农民地区的部分 今天是农历的9月10号 属羊的朋友 要特别小心跟留意了 那今天是属于这个 季月红沙 所以除了这个打扫房屋 或者是整修房屋之外 其他事情可能就尽量避免了 好 以上资讯就提供给你做参考 我们将现场交还给彦迪 我们下期再见